當我小時候,我總是很期待暑假的來臨 夏天意味著再沒有沉悶的課堂和終於獲得自由了 在寒冬的國家,夏季一個充滿歡樂和喜慶的季節 作為加拿大人的我,現今更喜歡夏天 由於新冠狀病毒沒有即將完結的跡象 有些人就變得非常的悲觀 因為他們沒有什麼可以期待的東西 或許你也是其中的一員 但是不要忘記神是所有季節的創造主 最重要的是,祂仍然掌管一切 讓我們思考詩編七十四篇十七節 地的一切疆界是你所立的 夏天和冬天是你所定的 請你向神提問 由於全球的疫情叫我感到沮喪 你能教我如何從你的話語中找到盼望嗎? 請你實踐索學的真理 求神賜給你盼望和在夏天值得期待的事物 請向別人宣告你的經驗知識 通過在基督裡找到的新盼望 來鼓勵非信徒 祝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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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口水 祝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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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祝福